气象局地震策报中心请主任郭凯文 郭主任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郭主任今天在发生的这个地震 6.8的地震之后 其实呢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疑问 因为本来以为说 昨天晚上的那个地震是主震 但没想到在今天 又发生规模更大的一个地震 很多人也在担心说 那接下来还会再游吗 是余震呢 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个主震 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 可是就你的专业来看 就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 台湾的整个活动的断层的分布图来看 接下来民众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 好 我是到前面吗 您可以直接在这边说 在这边说 好 谢谢 那个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个我们通常 就是说发生了一个规模 6点几的这个地震 那我们通常就是会判断 它就是主震 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呢 因为有大概95%的这个概率 就是20次里面 我会有19次是赢的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所以在那个 比如说昨天发生那个6点4的地震的时候 我可以跟主持人来赌鸡派 我就是说我可以赌说这个是主震 那你赌说不是会有更大的 那你赢的机会只有20分之一 20分之一 你只有5% 我的机会是20分之一 对 你的机会是只有20分之一 我是20分之19 但是我也有可能输 就是输在那个20分之一 就是我因为我们研究过了 在那个台东那边的那个地震 我今天随便发生一个规模6的 然后我就判断 未来几天 就在这个地震序列里面 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 那5%是会 95%是不会 所以我们通常 那个我们地震中心 其实地震是没办法预测的 那我昨天那个做了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就错了 我说这个是主震 然后我第二个判断说 它最大的那个规模 最大规模就是 就是老大是6.4 那老二会有多少呢 我就说当时昨天我就讲说 在第一时间我就讲说是5.9 可是那个昨天的时候 好像只有5.3跟5.5 大家觉得说5.9是不是高估了 就到今天中午的时候 他们说5.9的出现了 我心里就很高兴 但是高兴没有多久 就是后来马上又跑出一个6.8 那我不但是那个 就是我原先本来我猜5.9 就是应该是最大的余震 但也被我猜对了 所以我是等于是 但我们这真的很难去预测说 接下来它是不是还有 更大的一个主震 或者说它有一个很大的余震 这个部分是很难预测的 日本311地震 之前就是在3月9号那一年 2012年那个3月9号的时候 有规模7.3 那7.3其实等于921大地震 它释放46颗原子弹 那全世界都认为7.3很大 就是主震 就没想到两天后就发生那个 就是福岛那个什么大海啸 那个地震 那这个是所有的专家 通通都跌破远镜 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个7.3 就已经够大了 后面会更大的那个机会 反正大概就是都是在 几率都是在个位数的 主任我还想问就说 因为刚刚我也问了戴立刚这个问题 因为在昨天发生了6.4的地震之后 其实中央地上局也有做一个回应 他说这个发生6.4的地震 这次昨天释放的能量是过去的30倍 说非常的特殊 跟关山断层是没有直接的关联 可能会有不了解的构造存在 这个讲完之后 其实很多的民众非常的担心 想说原来还有一个什么断层 我们不知道吗 或是还有一个什么构造 我们不晓得没有掌握到吗 所以我们对地震的掌握 已经不是那么的可以掌握了 就会说还有一个构造存在吗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讲的 那个一个位置的构造 其实不是完全不知道 那个就是中央山脉断层 那只是不晓得 它详细画图画在一个地质图上 它是画在哪里 但是有那一条断层 其实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知道那条断层 刚刚有一个断层的图 老公给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个断层图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台湾 全台断层地带 其实有非常多条 就是说在中央山脉 只要这个地震 我们说可以发生在韩山脉 可以发生在台东中国 但是也可能发生在中央山脉 那你只要是发生在中央山脉的地震 规模6以上 它通通都是属于一个叫中央山脉断层 所引起的 921算是吗 921不是 921是在 是侧隆府断层 是在那个西边 我们现在讲的是东边 那东边它就是菲律宾海板块 跟沃沃大陆板块 直接碰撞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地震 分成三个部分 是属于那个海岸山脉 或者是海岸山脉的外海 东部的外海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在台东重谷里面 那重谷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些断层 那第三个就是发生在 那个中央山脉底下 那这一次是算什么呢 是在中央山脉底下 就是关山那个都是在中央山脉底下 其实最近从去年4月28号 那个就是受风地震开始 其实都是属于中央山脉 在那个在台东重谷的那个西侧 就是属于中央山脉 属于中央山脉的一个 中央山脉底下就是叫做中央山脉断层 对这个断层里面的能量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释放 所以才会一次释放 其实都一直在释放 一直都在释放 因为但是它太长了 它有300公里长 它从那个花莲的那个北边 就一直沿着这个过来 紧接着这个台东重谷 一直到南边一直到这里 就是它整个中央山脉断层 它是长度超过300公里 300公里 那其实它也不断的在释放能量 去年的那个从那个 受风 受风还有那个光复 那个瑞穗 那个封滨还有那个池上 那个观山 其实它陆续 它整个300公里来看 陆陆续续都有在发生那个地震 那陈国昌昨天 那个陈主任讲说 那个在那个观山附近15公里内 好像最近50年 那个地震比较少 就只有没有6的只有7个5点几的 但是其实一般我们看那个地震 都要看两三百年不是看50年 你看921地震 我们它的前50年 那个就1999年的前50年有地震吗?没有 它的1999年的那个921大地震 它的上一次的这么大的地震 是发生在273年前 那我们那个梅山的那个 1906还有那个新竹台中列震 那个周期都是两三百年 所以看60年是不准的 所以昨天这个气象局所讲的 只有20年来看的话 50年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太准的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从昨天的地震到现在 因为前前后后余震非常的多 算出来大概到今天下午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主震之前 有大概算一算有73个前震 所以它的这个算是好吗? 就是说它的能量释放之后 接下来对于是不是还会再发生更大的一个主震 或更大的余震来讲的话 其实算是好的 因为它的余震非常的多 对 那个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下一张图 好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另外一张图 我那个有带过来的一个 这个图我是统计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数字 这1315 就是一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的个数 那我们台湾的那个地震观测 在全世界是属于非常了不起的 那个我们大概讲我们是第二的话 大概没有人敢讲他是第一 那我们从1900就开始有地震观测了 所以我们到现在有122年的这个观测的那个记录 那我首先我这边有一个15 就是1999年规模6以上的那个地震有15次 最有名的就是9月21那个7.3 然后他有三个6.8的那个余震 你看这个符合我们差0.5的 就是老大是7.3 那他第二个应该是就是6.8 6.8有三个 那那一年总共有15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 总共释放了100颗原子弹 然后排第二名的是1951年 其实今年的地震跟1951年 你三格的快要50年了 对对对 那个我等一下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 也是都是隔50年 就是那个1951年 1951年他有13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 那这一年整个就是都是那个跟今年很像 就是整个花东重谷 从先从北然后震到南震个不停 他在一年当中 整个在那个花东重谷里面 有那个五个规模7.3的地震 这么多 对那总共合起来13个 总共合起来13个 但是我们现在 那现在的情形 这7个是我昨天做的 那今天已经是变8个 所以我来不及做新的图 我就用手写上去 今年是8个 然后那个他的50年前 就是1972年 所以这刚好是5050 这个921之前的50年 然后这个是2022年的50年前 也是大概有8个 对对有8个 所以他这有一个频率感觉 就是老三 这个是老三 这个老三 这个还有一个1922年跟1972年 也是差50年 也是差50年 所以这整个地震的周期 看起来就是一个5050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也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今年还可能再涨 还会再更多 对对对 因为那个现在规模6.8了 对 那他的余震 假如说运气不好的话 发生比较大的余震 有可能到6.3 那就是跟那个 6.3 跟昨天的主震6.4差不多 那如果说像是6.3 或是6.0就好了 那他不是就9个10个 对 他要超过15个大概不可能 他可能就是变成老三 大概13个也不太可能 那所以其实这一年的那个 2022的那个地震 跟1951年的是非常像 非常像 对 这这一年规模6的 也通通都是在台东中国 所以就是一个 那这个从3月23 那个是在那个 是台东花联 那个海岸山脉的 的那个外海 就是其实也是算 海岸山脉的造山 他海岸山脉的造山 台东中古的那个挤压 或者是中央山脉的造山 所以八个通通都是 都是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可能还会再往上下 因为到现在才 现在目前才9月嘛 他到今年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1972跟那个1922 并列老三 但是他有可能独居老三 独居老三 他只要再多一个 就是明天再多一个 他可能就是真正的老三 所以我们看起来 这整个周期 就是50年50年一个周期 看起来真的是 算是巧合吗 还是说他本来就是 大自然的一个 其实是巧合而已 他这个50年50年 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准确说 来预测2072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办法 没办法做2072的预测 那唯一可以做一个预测的 就是我在这边 就是只能说因为地震那么多 灾害那么大 我祈愿明年是地净人安 那为什么我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住院 就是说希望大家明年能够很平安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假如时间把它拉回 921大地震那一年 就是有15个规模6的地震 那那时候921到年底100天 那100天里面有释放100克原子弹 那每天每天就像在坐船一样 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那在那个时候 假如说我跟主持人来打赌鸡牌 我们打赌鸡牌 打赌那个2000年还有2001年 那个我说我们赌那个5个 那因为这年是5个 它只要三分之一 5个 那个如果说 那个5个 5个6以上的地震 5个6以上的地震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一定有5个6以上 你就赌那一边 那我就赢了 因为第二年 2000年是3 2001年也是3 它的那个能量 都在这一年释放完了 它那个释放了 隔年就变得比较少了 对对对 它这一年就释放了100克原子弹的能量 所以它马上就掉下来 然后我们再看 那个1951年 13个以后 第二年1952年 一个 才一个 所以只要是前一年 它的能量释放很多的话 隔年可能 它的能量就非常少了 然后1953年 零个 以1954年 一个 所以接下来几年 它的能量释放都会相对少 连续三年 然后你看这边都零个 零个 那主任是不是 你还有另外的 然后你看那个1922年 八个以后 再来就是两个 然后那个1972年以后 就是两个 那假如说 我们照这个规矩来推测 现在已经八个了 所以很可能应该是掉到三个以下 所以我这只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一个祝愿 一个祝福 希望说 因为今年那么惨 那希望明年 有八个字 就是风调雨顺 地径人安 那其实这三年 我们都风调雨顺 台风 那个台风都过门而不入 所以就风就调了嘛 就没有把我们吹 那我们明年要用水 那个雨水甩进来 北部石门水库 新山水库都满了嘛 所以风调雨顺 那明年希望说 那个规模6的地震 降到三个以下 那个能够地径人安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 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